大家好,我们这个讲座的题目是 1B5投资移民的排期和再投资问题 大家知道呢,现在1B5投资移民排期时间 对于中国申请人来说非常长 美国政府官方的预计呢,是可能要十几年的时间 申请人间的预计呢,有可能会比这个更长 因为这里面呢,存在一些变数 比如说,美国的移民法这个条文是否有可能修改 然后呢,对条文应该怎么样的解读 然后中国申请人获得的这个名额是否能够增加 孩子超龄这个因素 前面排队的人会有多少人因为主观不想再办了 或者因为客观这个项目出了问题 离开队伍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排期 等等,多观众和申请人呢都已经比较熟悉了 我们在这里呢,讨论的是投资移民因为这种排期 而产生的所谓再投资问题 需要澄清一下呢,我们律所呢,主要的业务呢不是办EB5投资移民 但是呢,因为有很多EB5的申请人也在考虑EB1,NIW等等这个方面的申请 包括呢,有很多中国留学生 原来呢,父母给他办了EB5 现在在等待过程中 问到我们关于这个EB5排期 还有再投资问题 看起来呢,现在是一个热点 很多申请人关心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来讲一下 给大家提供一些免费的信息 大家知道呢,根据EB5投资移民的法律规定 在经过这个排期 有可能很长时间 漫长的排期以后呢 最后排期到了 你可以办移民签证 或者交485 然后呢,批准了拿到绿卡 这个并没有完 如果是你办的是EB1 或者NIW 或者是某些亲属移民 职业移民等等 拿到绿卡就是正式绿卡 EB5的投资移民 拿到的是所谓条件绿卡 那么两年以后呢 还要再交I829表去除条件 这个I829呢 可能又要两年啊 多长时间来处理 而且不是一定要批准的 这些是后话了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一点 在获得这个条件绿卡以前 有可能比较漫长的等待期间 以及在获得条件绿卡以后的两年内 你这个投资呢 不能够撤销 现在投资数额最多是50万美元 这个50万美元在美国的投资呢 还要继续保持在所谓风险状态 就是说呢 钱不能够从美国撤回 提出退款呢 拿到退款以后 那就不符合再拿绿卡的要求了 然后这个钱 说我存在银行里 或者买美国国债行不行呢 不行 因为要求是风险投资 当然了 重要的一点呢 这个再投资不一定要和原签的在同一个项目里 这一点呢 一会我们还要再详细讲到 那么这一点以前为什么没有成为热点呢 那很简单 当初呢 这个1B5投资移民的申请人 在开始办这个申请的时候呢 一般预期啊 比如说五年啊 最多六七年以内就可以办好 我拿到了绿卡 按照当时签的合同规定 就可以考虑这个投资款还款的问题了 因为这个50万美元啊 投资移民 这个名义上呢 就是投资用来创造在美国的就业机会的 不是说啊 我用50万美元来买美国绿卡 准备把这个钱全部失去的 这个很多时候呢 具体的要看 在办理投资移民的这个协议 确实也有一些项目呢 成功的进入到了还款阶段 但是相对来说呢 这个比例是比较少的 后来出现的变化是什么呢 问题所在呢 就是说啊 出现了一个排期问题 1B5投资移民呢 出现了很长时间的排期 那么到了原先预定的还款时间了 不管是一个固定的时间线 还是说项目到了某一个状态 建成了 完成了 不再用这个钱了 那么按说这个款项需要退还 但是按照移民法的规定呢 如果这个款项退还了 那么申请人就拿不到绿卡了 当初的目的就失去了 那这里有一个冲突 那以哪个为准呢 我要以法律为准 不能以你签订的协议为准 而且尤其是如果申请人 想要还要拿这个绿卡 而不是说我把钱借给人用了几年 现在能退回多少寸多少 以后就算没发生过这个事情了 也有的人是这样想的 但是大部分申请人呢 可能还想的是说我希望拿到投资移民的绿卡 那么按照美国移民法的规定呢 你这个钱还要处在风险投资的状态 如果原来的项目到期了 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就有这个再投资的问题 那么下面呢 我们根据我们的研究总结 给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 关于这个再投资方面的要求 首先第一 再投资呢 还是必要的 如果你想要这个1B5的投资移民的绿卡 现在在排期期间 或者绿卡拿到还不到两年 那么你就不能回避这一点 还是需要解决 那么接下来怎样具体解决呢 我这个投资 那我就认了要做这个再投资 我投到哪里呢 前面说了 不一定需要是同一个项目 不一定要同一个区域中心 理论上嘛 你这个投资在美国只要处于风险中 就可以 任何一个1B5的项目都可以 这样呢 看起来申请人有一定的讨价还价的这个资本 说是吧 我到底投在哪里 当然了 你要选靠谱的 而且呢 算是对申请人的一个利好吧 就是说你原来投资了 如果创造了就业机会 那你新的这个再投资呢 不再要求新的工作机会创造 只要是风险投资就行 有比较大的灵活性 但是我们要综合考虑 你投资的这个项目 你希望靠他拿到绿卡 另外我们说到拿到绿卡以后 还有一个i829 取消条件的一个过程 那你投的这个项目 你不希望他失败 到时候连人都找不到了 对后续的排气到了 拿到绿卡 以及取消条件会有影响 所以呢 这里有一个平衡问题 理论上说呢 项目当初来招商的时候 用过了1B5的款项 以后呢 大家都说的很好嘛 这个项目 我们有银行贷款 有政府拨款 有其他的配套的自由资金 应该呢 能够自己发展下去了 但是实际上 看具体情况吧 这个看这个因项目而已 这个是关于项目方面 复杂性还不仅仅在于这里 还有你的投友 是吧 因为这个事情呢 有时候不是一个人决定 这个项目呢 有若干的投资人 大家往通过微信学啊 等等来联系 而投资人呢 可能有不同的想法和利益 需要协调 比如说面对目前比较长的排气问题 有的人呢 可能就想着我坚决要求退款 这个事情我不干了 把钱拿回来就行了 或者我实际上已经另外办了澳大利亚移民了 或者办了别的渠道的美国移民了 或者我的孩子超零了 反正我不办了 有人是这样想的 但是呢 也有更多的人可能想着说还继续等待 还希望能把这个绿卡办下来 哪怕稍等一段时间 那么大家意见不一致 不同的想法和利益需要协调 这个投资嘛 当然理论上理想状况下有收益 但是谁来管理你这个投资呢 还有管理费 那有不同程度的风险 是吧 那说我这一个人投资 你给我专门创造一个项目 这不可能 是吧 肯定是大家若干人的项目这个在一起 那么到底投哪一个考虑到什么风险和回报 这里呢有一些复杂的问题 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有的人优先日期早 可能说哎呦 等几年就等到了 有的人觉得呀 我要等好久 是吧 那还有大家有不同的想法 这里面而且还有一个博弈的一个因素 你排期的时候 你可能都希望前面有更多的人退出就好了 或者这个项目要是没完成 那我可能等的时间就短一点了 是吧 那退的人多了 剩余的人可能就快一点 但如果大家都这样想 到底会有多少人退出 到底要等多久 这是一个动态的一个事情 所以呢 我们看到这个事情还是比较复杂的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所谓再投资呢 目前成为一个热点 因为一般呢 这个投资的年限规定五六年嘛 大家知道五六年前 2013年14年 是1比5投资移民非常热门的时候 所以现在呢 当初投资的人陆续的 优先日期在2014年的可能已经办好了 但是呢 有更多的人可能是在那以后的 对吧 我们从统计数字上就知道 现在可能有若干万人啊 是吧 还没有包括家属 在等待这个1比5 那么更多的人呢 可能是在14年下半年 15年16年等等 如果现在办嘛 是吧 新加入的人恐怕比较少了 但是已经在船上 那我下一步应该怎么考虑 这个呢 现在是一个热点问题 那我在这里呢 我们是给大家提供一个一般性的分析 你具体的这个怎么在投资嘛 那当然 当初你找哪一家投资的 要跟他们商量 要和你的投资的投友们商量 多方了解信息 具体这个规章怎么定呢 要有几点考虑因素 一要看你原先签订的投资合同 这个文字很重要 不能说呢 我没看 反正我就签字了 所以我不管 那你要受里面这个合同的束缚 第二呢 要看投资人大伙的想法 因为有的时候要简单多数 50%以上的人决定 有的协议甚至规定要三分之二以上 第三呢 要看项目方的配合 这个事情呢 就像有的项目方 比如说很想要你继续投资 但是投资人一方不信任 不想继续搞下去了 有的时候呢 投资人一方希望继续坚持 可是项目方认为 我项目已经完成了 那我对你没有责任了 是吧 那你另外再找别的投资项目去 所以呢 这个显然是因项目而异 那么总体来说吧 我们看到 1B5投资移民呢 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不是仅仅说我出钱了 就可以搞定了 其他一切都不用管了 那目前呢 有若干万的中国人 处在这个1B5的等待过程中 这些申请人呢 符合条件的 可以考虑其他的选项 比如说有很多人会考虑 L1 EB1C 但也不是适合每一个人 比如说你有资金 但是呢 申请人是公务员 是因为有若干套住房 有这个钱 那可能就不符合 跨国公司经理的要求 而且呢 这个L1 EB1C呢 虽然排期时间短一点 但是呢 要求在美国有实际经营 有相当的规模 有营业额 也不是适合每个人 实战中呢 也有不少人 L1第一步批了 延期没有批 或者呢 后头的绿卡 EB1C没有批 或者有的时候批了 但是因为经营没有持续下去 又被移民局取消的 所以也需要注意 那么相比之下呢 EB1A NIW 等等申请的 还是更简单一些 需要了解更多信息呢 可以看我们这个系列的介绍 如果我们讲到呢 这个EB1A NIW呢 当然申请者很多是理工科的 但除此以外呢 艺术类的 体育类的 商业人士 其他专业人士 医生 工程师 等等啊 有一技之长 在本领域有突出成果的 那么有这个一技之长 在本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人 都有可能符合EB1A 或者NIW的要求 目前来说 排期相对还是短一些 然后呢 手续简单一些 我们的客户中呢 也有若干像这样的情况 包括从中国直接申请的 金融类的 咨询类的 贸易类的 也有其他的 比如设计的 然后收藏的 艺术的 文艺的 娱乐活动的 等等像这些 都有可能 我们有很多成功案例 办EB1A NIW 在这方面呢 我们有多年的历史 我们有各种优势 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大家可以参考 了解我们更多的 YouTube视频 微信公众号 我们的网站 等等 如果有更多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